Googliki 歡迎收看銀河生勢力 大家好 我們是 SIGMA 那不要看我們三個人 好像平常的形象都是很man的 你有man嗎 不要在這麼多觀眾面前 accident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三个人各自害怕的东西是什么 我的妈妈咪亚 那是我先讲嘛 好你先讲 你居然都妈妈咪了 我真的妈妈咪亚 我跟你讲 对妈妈咪亚的 定为最害怕的东西 就是蟑螂小强 而且是飞蟑螂大强 并不是蟑螂小强这么简单 蟑螂小强 你说是飞的那个飞 对啊是飞啊 是飞蟑螂 是飞蟑螂 然后他大强 你周围有一些问题吗 不好意思我刚从国外回来 刚会来两个月 不可以做总的 我听不太多 好可怕 没有我跟你说 飞蟑螂然后又很大只的 真的很恐怖 因为有一次我们在宿舍 我凶得 真凶 我没有接了 不是我飞了 因为有一次在宿舍 已经大概凌晨一两点了 然后定为还在玩电脑 这时候呢 我一直好像已经睡了 别语好像也 好像也睡了 就突然 在玩电脑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 的声音 然后就 嗚 然后就突然 飞到那个 我面前的那个镜子上 然后就 整个就是很紧张 然后最后就想 一直想说 蟑螂怕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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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拿起我的拖鞋 啪 往那个镜子上一直打 他就掉下来了 然后呢 这么戏剧化 真的 他就掉下来 可是他掉下来之后 大概有15分钟我不敢动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弄他 我不知道该怎么 把他拿起来 我不敢用卫生纸 把他拿起来 你知道吗 然后又很想要叫围着 可是又不忍心吵他 最后就只好用扫把 那个 我只能说 你摆得很烂 烧起来 然后再 要等到15分钟后才想到 我真的是很惊慌 好 来讲讲你们 最好是你们比我厉害 其实 会飞的其实有点害怕 但那些都还好 我比较害怕的是菜脖 这个东西 你也太跳动了吗 什么蟑螂变菜脖 吃的那个菜脖吗 是菜脖他本身 他本人 为什么菜脖多好吃啊 不知道 他就有一个口 很香吗 很香 他就是有一个很奇怪的口感 跟 不甜 不甜 很 很丑 很丑 很丑还是很臭 我不知道对我来说是臭的 可能你们觉得很香 但是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急于不好 不好的口感跟的味道 加在一身 的一个厌恶的 的人 所以你生日的时候 你就等着收到菜脖蛋糕吧 但是我告诉你们大家 现在已经进步了 我可以咬三四口 我以前闻到我就厌恶 哦 好 那 送啊送啊没有关系 快给送我 等一下你现在是在干嘛 我们 他们就会不送我 那你呢 我看你怕什么 呃 结余最怕这个很怪的东西 结余最怕茄子 茄子 很好吃欸 你们等一下 你们不觉得茄子长得很像阔鱼 哪里像 哪有阔鱼紫色的 对啊 阔鱼本来就是暗暗黑黑的 紫紫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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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茄子它就是有时候会堪息 有没有 它会有点白白黏黏的 阔鱼走的时候也 后面屁股那边也会有白白黏黏的啊 其实很多东西都会白白黏黏的 什么东西 你不要说了 我怕我会怕更多的东西 山药 山药 我是蔡鳳 謝謝大家